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一个月内快速减肥 如何轻松自然地瘦身 运动或不运动都可以 减肥瘦身的窍门 饮食食谱和天然减肥饮料 为了今天这个介绍呢 我还可以给大家写了一篇文章 在我的网站上 大家可以在下面看到的网址 有兴趣可以阅读一下 那要减肥的话 我们必须要知道体重增加的原因 根据美国的调查研究显示 体重增加的原因就是因为胆 胆汁不足 而造成说胆汁没有办法分泌或者分解脂肪 以导致脂肪在体内累积而造成的 所以的话我们要想减肥的话 必须要增加胆汁的量或者胆汁的分泌 而胆汁又是由什么器官所分泌出来的呢 那根据美国国家医学院的这个调查结果 他们告诉我们说胆汁呢 是由肝所分泌的 所以呢 要想让胆汁分泌增加的话 必须要增加肝功能 那怎么样做能够增加肝的功能呢 我在这篇文章里就写了 其实有很多天然减肥的饮料都可以增强你的肝的功能 其中包括什么呢 包括天然的新鲜炸的芹菜汁 新鲜炸的黄瓜汁 或者是柠檬水 那么这些窍门 这些减肥的饮料呢 都是由医疗灵媒的作者 Anthony Williams所推荐和建议的 那这本书已经在台湾出版了 在中国大陆还没有能够出版 很遗憾 但是大家可以在京东买到 那除了喝这些饮料之外的话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去减肥呢 其实减肥的话呢 还有很多的减肥瘦身的食品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那么这些都可以在超市上买到的 就是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那有些人就认为说 哎呀水果这么甜 里面有含糖 可能会造成我的体重增加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其实糖呢 并不是所有的糖都是一样的 根据《医疗灵媒》这本书呢 所介绍 那水果中含有的糖呢 是天然的糖 它们呢 就是跟营养都绑到力气 所以呢 这些糖都是我们 新陈代谢所需要的糖分 并且带有我们人体 新陈代谢中所需要的养分 或者营养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水果的糖呢 是属于果糖 它们跟提炼过的糖 就比如说像这糖 和其他的人造糖是不一样的 水果中的糖呢 它不仅容易被人体吸收 它也不会损害我们的牙齿 这就让我想到 就是说非洲的那些国家的一些人 他们从来不刷牙 他们吃很多这种甜的水果 但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们有蛀牙的情况 那但是我们所吃的糖果 比如说像那些糖啊之类的 实际上会导致我们的蛀牙 因为他们是提炼过的 那那些糖呢 也会导致说糖尿病患者 出现血糖膏的这些问题 也就是说糖 因为它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它们在人体之中的 这种功效和功用 也都是不同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是从水果中 摄取糖的话 那你就是可以同时 给体内呢提供了 果糖或者葡萄糖 又同时给体内提供了 新人代谢所需的营养 那同时呢 如果你要是不吃水果中的 这种糖的话 那你就可能 比如说不吃水果的话 你就可能需要 摄入一些淀粉啊 或者酒精啊 那然后再使这些东西 在体内转化成 转化成我们 新人代谢所需的葡萄糖 那在此转化的过程之中呢 那这个有些成分 比如说酒精呢 就会造成您肝脏的 这个复合过重 甚至可以损坏您的这个肝脏 导致您体重最终的这个增加 或者一些其他潜在的问题 这就让我想到 就是俄罗斯一些人 他们比如说 在年轻的时候 经常喝一些酒 你就会发现说 他们在40岁 或者50岁以后 身体就会发胖 会变得有体重的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呢 水果和蔬菜呢 将有助于清除您肝脏之中的 有毒的这些残留物 减轻肝的这个负担 那也可以让您的肝呢 可以分泌更多的胆汁 最终帮助您达到减肥的效果 所以呢 不管您运动或者不运动 在一个月左右的情况下呢 都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 这样就是轻松自然的减肥的办法 那另外的话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减肥的食谱 那这个减肥的食谱呢 实际上也是非常简单的 大家只要记住 就是说 有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减肥的天然饮料 比如说新鲜的芹菜汁 新鲜的黄瓜汁 或者新鲜的柠檬水 尽可能多吃的 多吃一些新鲜水果和蔬菜就可以了 那同时呢 记住要少吃或者不吃 让我们肝脏负荷过重的一些吃的 比如说猪肉 奶酪或其他乳制品 如牛奶 那还有鸡蛋 一些加工过的食品 就包括一些零食 还有含有人造香料或味精等成分的吃的 还有一些非天然这个糖类的东西 比如像饼干啊 冰激凌啊 蛋糕等等 所以呢 最有效的减肥计划 就是吃一些自然的 天然的吃的 而不吃那些不天然的吃的 比如说如果你想吃一些甜的东西的话 你有吃一些甜的苹果 香蕉啊 西瓜啊 或者一些新鲜的这种甘蔗汁都可以 它们都是很美味的 而且呢 也为您提供了这个新陈代谢所需的糖和营养 也不会损害您的牙齿 也不会导致您的体重增加 那还有另外一些这个减肥的窍门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大家有可能都希望说 能够吃一些这个减肥的药 而达到这个减肥的效果 其实呢 很多的减肥药都会造成您肝脏的这个负担 所以呢 其实虽然那些减肥药可以造成您暂时的减肥 但是从长远来看来讲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您健康的不利 也可能会造成您的体重的这个反弹 那怎么样能够在不运动的情况下减肥呢 就是根据我上面前面所说的这些减肥的方式 或者这些方案 您呢其实不需要怎么运动 也可以减肥的 只要控制饮食就可以了 那么如何最快的减肥呢 其实最快最健康的减肥方式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每天呢 就是早晨空腹的情况下 喝芹菜汁 然后每天只吃水果和蔬菜 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那如果您要是非常想吃肉的情况下 怎么办呢 您就偶尔吃一些这个三文鱼的肉就可以了 只要记住这两条 您呢估计在七天之内 就能够非常开心的健康的 并且有效的减肥了 好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分享给您其他的朋友 谢谢